字幕提供 台灣的困境 共同找出一種 基本有進步的改革可能 大家好 我是新一陳義祺 歡迎來到我們的新一正經署 十月十三好 拜六的時候 在我們高雄為母贏 一個國家級為母贏的國家藝文 藝術文化中心 他的落成開幕的音樂會 已經來基盤 在這個為母贏的國家級 這可以證明是高雄第一間 國家級藝文展演中心的落成 他有兩千頂的音樂會入場券 他好像剛開賣的時候 差不多一個步的時間 全部掃了就對了 過去我們都會說一件事 就是說高雄 高雄的藝文市場沒有什麼藝文市場 高雄如果沒有在看表演 尤其是藝術文化的表演 高雄是文化沙漠 有很多這樣的講法 但是這座國家級為母贏的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高雄來落成啟用之後 他到底對高雄呢 是什麼樣的意義 對高雄的藝術文化的市場 商業又又是什麼樣的意義 他有辦法來改變到 過去高雄是一個文化沙漠 他的這個刻板印象幕 我們今天很高興 邀請到一個高雄在地 他是設計師 在綜合在地工作的一個年輕人 李烏金來到我們的現場 跟我們共同來探討 為母贏的這個國家級的 藝術文化展演中心的落成的時候 這件事我們來探討到 他對高雄的藝術文化市場的影響是什麼 對台灣的意義又是什麼 會不會淪為一座大型的文字館呢 來 宇貞 跟觀眾朋友問好解 好 大家好 我是高雄洪山的李烏金 也是高雄好過禮協會的商務理事 因為他剛才有說過 這個魏烏營 他剛好在我出席的地方就是洪山 我台北後就是回來高雄 從事文化藝術相關的設計行業 所以說我其實很關心這個藝術 也一樣跟我作為有些高雄的朋友 大家力量相同 所以說就用高雄好過禮協會 大家如果是對高雄的市場 或是社會的地理 有了解或是想要了解的人 可以做FB或是Google 可以找到高雄好過禮協會 是 宇貞其實是在地洪山的孩子 他當時他本身是這個設計師 所以他對這個文化藝術散驗 他是非常的關心 甚至他在洪山在地基盤的一個 工夫叫洪山好處兵 讓大家看看洪山好處兵 而且他們的辦工作坊 辦工作坊 來關心到高雄在地 這個藝術文化的東西 說到這個之前 我們就來說到 這個為母贏 我們這個 這個所謂的國家藝術文化 這個表演中心 那為母贏 我們為他的壯觀的建築物 開始講起來 好嗎 這個壯觀的建築物 有的人說他到底是什麼 有的人說他是一隻魚 有的人說他是一隻大巡 到底是什麼 因為你知道我們的這個 衛武衛的藝術展演中心 表演中心 其實他本身 我認為他應該是一個藝術作品 是沒錯 來 疫情 收聲回答疫情的問題 因為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台灣是一個海藝衛的國家 所以高雄還是海洋的首都 所以有可能是一隻魚 還是一隻巡 不過其實不是 這個衛武衛 其實因為過去是軍事的用地 所以說他的意象是龍術下的一個意象 就是說有很多龍術 這樣做完之後 他就變成一個很大的膨脹 這樣就對了 所以說其實 為母贏這個建築師 法蘭辛侯班 他在設計的時候 就是用龍術下的這個概念 而且為母贏這個國家藝術中心 他還有一個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的室內跟室外 沒有一個明確的界線 就是讓大家覺得說 所以這個龍術下是因為 受到漁天的影響嗎 不是 不是 因為他過去是軍事的用地 所以他有很多龍術 沒錯 而且他有給大家一個感覺 就是說 你怕你米這個衛武衛裡面 就像是怕你米龍術下的那種感覺 所以他的建築物本身是用龍術的概念 龍術下 而且他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他要給這些空間 他是受益每一個民眾的空間就對了 就可親的空間 沒錯沒錯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這個龍術下的概念 這個建築物你進去裡面之後 他就是這樣 一個弓形一個弓形一個弓形這樣 所以說他會在這裡辦很多的活動 這些活動都是針對市民 你可以免費來體驗的 像這種就是大家一起來這邊做瑜伽 就是大家拿自己的家具來這邊 然後鋪著之後我們就一起做瑜伽 然後還有像這個就是阿公阿嬤這樣 他們就帶著一個耳機 這個叫做無聲趴 就是在那時候你可以跟別人 你可以去跟主辦單位借一個耳機 然後他們會請一個DJ來這邊放音樂 然後所以就是大家這樣聽的時候 別人 旁邊的人是不知道你聽到什麼樣的音樂 OK 不過你自己可以聽到 所以說我會覺得說 因為我贏到別的 台灣現主是別的藝文場館 有一個不同的地方就是 他是受益民眾的地方 這個空間是每一個高雄市民 或是說台灣的市民 都可以來到這裡 來培養這些活動 是 我感覺說這是一個重點 是 這樣無人 但是你知道 這個大型的藝文場館的這個東西 尤其是我們高雄 有很多人會說 我們高雄的經濟不好 是 我們的民眾又吃不飽 吃不飽你又開這個所有的文子館 有很多這個質疑 我知道 他為母贏的國家藝術 展演中心他在蓋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這個質疑 你要怎麼看待這個質疑 我感覺說這些質疑 就是 我感覺說那是對公共建設 或是說議員場館 很欠很欠的人質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今天我們就要來討論一個重要的事情 這個事情是什麼 就是公共建設 或是說議員場館 他的公共性跟他的社會的意義 因為有很多人就說 這個公共建設是說議員場館 是我們納稅人的錢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這些錢 是怎麼 有些人會有這些社員 就是說是不是會變成文子館 是 所以說如果當是大家都有交集的位 我們就要來探討他的公共性 對他的公平性 他的公開性 他的開放性 所以說我來看這張圖 這張圖 這張圖這兩個地方 這是馬斯洛的 人類需求階層圖 旁邊這個 這是阿洛德的價值觀與生活型態 他這兩張圖在說什麼 第一張圖 他是在說每一個人 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他都有他的自尊需求 就是除了生理的需求填滿了之外 他有安全的需求 就是他必須要跟社會有互動 要跟社會每一個人有一個互動 他才會有一個歸屬感 被愛的需要或是愛人的需要 另外一張圖 他就是在說 我們現在的人口組成裡面 他一定會有某一小部分的人 他必須要為了生存而奮鬥 可能經濟最沒辦法 或是時間最沒辦法 所以這時候的一個社會 你如果要做一個有活力的社會 福利社會就是 你如果要做一個福利社會 你就應該要考慮到這些人的需求 你必須要想到說 這些人我要怎麼照顧 所以說公共建設 還是藝文場館 我們在規劃他的活動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想到說 這一群人 我們怎麼讓他們覺得 他們也是屬於這個藝文場館的一部分 也就是說 他不應該是一個精英的藝術表演文化活動 因為公共利益 他是全民要共享的 不是只有少部分 我比較有錢 我就可以買票進去看 他不是提供給這些人的 而且你這樣做的 有些人就說 你一定要看有沒有辦法有市場 看有沒有購票市場 如果都吃不飽了 誰會去買票 對 你如果是用這樣方式 來看一個藝文場館 還是說公共建設的位 你就有可能會造成社會的 這個階級的對立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我都已經吃不飽了 我還不能去參加這些活動 因為我沒有錢 我沒有時間 你如果沒有讓這些民眾 有來體驗的機會 他們會有相對剝奪感 對 這樣子一來的話 社會就會造成對立 所以說我感覺說 那些人說什麼 都吃不飽了 哪有可能去看表演的 這種人 我感覺說 那是他們對這個公共建設 還是說議員場館 他們非常非常淺的認知 就他們膚淺的認知 沒錯 這些人他們是需要的 讓他們覺得說 我們是可以融入社會的 這個場館也是屬於我的 那這樣我生活在這個城市裡面 我才會覺得說 我是被愛的 我是有需求的 我的需求是被滿足的 所以有這樣的意思是說 其實政府扮演到 因為他是給大家獎金 所以扮演到 公共資源的分配 所以人類作為一個存在 在那裡吃飽之外 其實還有精神贊儲 文化贊儲的東西 政府其實某個程度 要去免獲 是這個意思 但是 我也是要說一個東西 替你吐槽一下 有很多人會說 好 不錯 政府要花錢去大型的公共建設 提供文化的活動 所以多多給人民去清金 但是問題是 你知道公共建設 蓋起來之後 他要做 他這個行政 要有行政之外的開銷 是 他有這個建築部 本身的這個維持 是 你還有相關的這些 水電開銷 頂頂有的不的 這都要花錢 而且要花這麼多錢 是 你票你如果不收回來 你難道要叫政府一直貼錢嗎 是 主持人這個問題很插 不過我覺得這是 政府必須要來面對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待會會為他們兩個部分 來講這件事 這個部分就是 我會來講 為我們贏國家藝術中心 他在台灣藝文的角色 扮演什麼樣重要的角色 來講就是說 其實 國家級的藝文場館 要賺錢這件事情 其實是一個假議題 首先我們看一個 這個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這是2014年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台中歌劇院 或是威武營 這個國家藝術中心 是 都回家了 所以說2014年的時候 中央就頒布一個法令 就是說 把台北的兩廳院 台中的國家歌劇院 這個魏武營的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跟一個國家交響院 把這四個東西 動作是一個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這樣就對了 他是一個行政法人 他上面的中央管轄 就是文化部 是 所以說這個總控制 我可以看到 國家兩廳院 它是1987年的時候 它就有了 1987年的時候 在台北 在台北 對 威武營最近 2012年 威武營是2018年 所以我們其實都落後 台北30年就對了 沒有 OK 我們進一個講過之後 請尤金來繼續分析 說 落後台北30年的 包括威武營 以及台中國家歌劇院 他們未來 要扮演的角色 可能是什麼 是 是 歡迎回來我們新一 政經事務的現場 剛才的吳金的分析 非常精采 我們請吳金 繼續跟我們分享到 台灣國家級的 藝術文化中心 它到底在台灣 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好 我們剛才說到 其實台北兩廳院 它已經營運30年了 是 我們剛才又說到說 其實這個 藝術中心要賺錢 這是一個價格的營地 你可以看到 這是2012年到2013年 它的決算總收入 這個總收入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意思是說 它還有一半以上的經費 要來煮中央的補助 所以國家兩廳院 其實有一半的經費 也是國家來補助 沒錯 不過其實 這不是台灣才發生的事情 其實全國 全世界都發生這樣的事情 是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們想要帶 這個 國家的文化產業 往前走的一個方式 他們就是要透過這種 國家級的補助 他們才能夠帶動 這個周邊的文化產業 所以說 我們來討論說 這個文化藏款 它到底會不會賺錢 這其實是一個假的議題 而是要讓人民怎麼樣 走向這個文化產業的發展 這個才是政府 應該要去做的事情 是 其實歐洲 他們其實對藝術文化的 這個外國 他們是因為說 這扮演到 包括社會融合 包括促進民主生化 省計 給他們的國民素質 他們的精神 這個養分 都可以提升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項目 以後 他們有一個叫做 藝術理事會 負責這個統籌營運 而且他們在分配預算 相關的表演的機構之外 其實他們也會補助各項文化活動 而且他們還可以調查研究 設置補助相關的標準 讓決策單位來做常客 所以其實 你會看到說 其實他們是用國家的東西 醫生和主管 支持和提供到 他們的國家 甚至是 人民可以清新的藝術文化活動 是 沒錯 剛才藝術有說到 就是歐洲的國家 譬如說英國 芬蘭 這些國家 其實都算是文化產業 比較發達的一個國家 就是 而且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他們去研究說 我們的資料 我們的數據 要怎麼讓他們統整 之後 讓這個文化政策 有一個中的方向 這樣走之後 是怎麼他們做這些事情 因為可能在台灣有些人會說 文化為什麼還要花錢去投資 為什麼還要花錢去研究 不過其實在國際上面 文化產業它是有一個 非常龐大的商機 它不只有商機 它也可以帶來這個城市 跟國家的整個品質的提升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是這個 聯合國貿易季發展會議委員會 他們其實在2005年的時候 他們就提出了一個說 在文化產業在全球的市場裡面 它已經有一兆三千億的 這樣子的產值 而且它每年會成長5%到20% 這個實在是很壯觀的一個產值 這個對國家的經濟來說 是非常非常有幫助的 他們甚至在2008年的時候 有一個經濟的報告 這個報告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這幾個是文化產業 比較發達的國家 英國的話 甚至它每年都可以賺 一千三百二十六億的 這樣子的金額 這對他們國家的產值來說 非常非常的高 它其實可以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對地方來說 它就是可以創造就業機會 你可以鼓勵地方經濟的轉型 比如說你的產業 你可能本來是工業城市 你最後就可以轉型成為文化的城市 對於城市來說的話 它除了可以變成產業的多元化 譬如說一個社區 譬如說高雄好 進田主席就是工業比較多 它可以去增加這個產業的多元性 然後讓不同的勞工可以來到這邊工作 然後生活 而且它對於城市的形象的提升 非常有幫助 對這些城市裡面的建築物 它是有附加價值的 對整個國家來說 對外就是一樣它是提升知名度 我們這個有一個我們是有文化的國家 對內的話其實是凝聚國家裡面 內部對於文化的共識 透由這樣子一整個地方 城市 國家 它會讓我們整個國家的人民 對於自己的主體意識有所提升 所以說這是文化產業 它可能會帶來的這個影響 不只經濟上的還有這個 我們這個品質上 生活品質上的整體的提升 所以其實我們這樣說起來說 文化藝術的這個活動 其實它本身不是我們過期說 你做文化藝術是藝術吃不到肉 其實它是吃的肉還有品質的 就是說它可以創作出經濟的產值 同時是有品質的 這樣來說 我們說到外母娘 它在高雄來落成後要啓用 它要怎麼有可能 扮演到一個高雄的 藝術文化的這個三頁的 火車頭的功能 是 沒錯 他啓說到這個 我們就要站在這個巨人的肩膀上面 來看一下 國際上面是怎麼做的 我們看這支度 這是一個 這是奧地利的林茲 林茲它的人口是二十幾萬 它是奧地利第三大的城市 它過去在二戰進展 也是納粹把這個社群動作 是一個工業發展的重鎮就對了 所以他們過去也是沒有什麼文化 然後沒有什麼文化資產這些東西 所以說在這個情況之下 林茲在1970年的時候 全球的經濟整個崩盤的時候 他們就在想說 因為他們長期發展工業 然後也污染也很嚴重 所以他們就在想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發展另外的產業 讓我們的整個城市 還有它就是分散 沒錯 分散風險 然後讓我們的那個年輕人 有工作可以做 所以他們想到的方式就是 用表演藝術 用音樂的方式來做一個轉型 說到這個其實高雄也很像 1980年代 我們三葉很多開始要做轉型 當中高雄就是轉型沒什麼過 這樣來說 林茲這個個案 他的這個東西 會有可能成為我們高雄的一個 想像的一個版本 追隨的一個版本 林茲他們是怎麼辦得到說 從一個工業城市 轉過去一個音樂文化的城市 他們其實在1970年 就開始舉辦這樣子的音樂節 他們還發現說 因為我也有很多名人 莫達特 貝多芬 他們發現他們不能跟他們走一樣的路 所以他們就融入了在地的文化 他們就做這個電子藝術 當代藝術朝這個方向去發展 所以我也可以看到 他們從1979年就開始變成是 舉辦電子藝術節 他們後來甚至跟學校 然後跟工部門合作 然後去做整個這個文化 電子音樂的這個研發 他們在2005年到2010年 總共創造了6000個就業工作機會 這等於是高雄一個中鋼的就業機會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認為靈芝它之所以會成功 有四個主要的要素 第一個就是 它讓工業跟文化做一個融合 是 用工業的文化去融合在地的文化這樣 然後第二個是 它串聯了在地其他的場館 比如說他們的美術館 然後他們的當代館等等 大家一起舉辦這樣子的音樂節 那第三個呢 就是它和地方的特色有高度的重疊 它把地方的這個文化特色 融入在他們的音樂節裡面 第四個就是他們的策略非常的明確 軟硬體的投資這些都非常的明確 所以我認為這四個要素是我們可以 高雄這邊可以來借鏡的部分 你說的這個靈芝其實是一個很精彩的這個個案 但是放我們高雄的脈絡來討論 我們高雄有可能成為台灣的靈芝 甚至世界上的第二個靈芝層 我是覺得說不可能 是這樣說的 你這樣給我很相信 不是 你平衡中山 我不認為外國的月亮比較遠 我認為高雄有它自己獨特的文化 所以我們必須要發展高雄自己獨特的文化 譬如說我的認為說 我們不能用單一看這個魏武營單一的場館 我們應該要把它放在整個高雄的發展脈絡來看 比如說像這個是我們高雄的這個局線 捷運的局線 我們可以看到它在每一個點上面 幾乎都有所謂的這個文化場館 比如說西子灣大家都知道會去觀光 第一站這邊的第一站西子灣 對 博厄特區也是現主席這個地方去觀光 對 OK 還有文化中心 大東藝術中心 還有我們剛才說的這個魏武營 魏武營這裡 對 所以魏武營也是在局線上館嗎 沒有 OK 這裡圖卡看到所有的藝術場館 它全部都是在局線上館 所以其實這是一條文化局線 沒有 我做高雄你沒跟我說我也不知道 是嗎 是 你應該感謝我 是 謝謝你 而且在2014年的時候 博厄的這個觀光人次 它已經到了400萬 今年也到500萬 所以說這整條線 我們應該要想辦法 讓它像這個大阪周遊圈一樣 它是可以整條線 大家來這邊觀光的時候 整條線都可以受益的 是 而且我也認為說 如果我們今天真的要投入公共事務 或者說要投入政治的話 我們對於一個政策 或是對於一個公共建設 我們應該要更認真看待 我們不能只是批評 或者是說去唱衰它 我們應該要想的是說 我們要怎樣 把這些東西變得更好 我們怎麼參考國外的案例 我們怎麼去吸取這樣子的經驗 那這些經驗可以讓我們 把這樣子文化產業 帶到一個什麼樣的方向 這是我認為 我們作為年輕人 我們要投入公共事務 一個很重要的要素 就是我們必須要比別人 更認真去研究這些議題 所以我認為 高雄的這個衛武營 它目前還有幾個問題 首先第一個就是 它沒有跟高校資源合作 什麼意思 它沒有培養在地的團隊 對 比如說表演藝術的團隊 這些就是舞蹈的 其實以前目前 是跟在地團隊是透過 沒錯 也沒有辦法看到說 它跟這個高雄的大學 有什麼樣子的合作 這個是第一點 那第二個就是 它跟這個地方政府 因為魏武營是屬於中央政府的 是 它跟地方政府的合作不夠密切 所以大部分人其實不知道 魏武營現在在舉辦 什麼樣子的活動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 這變成說政府機構之間 中央跟地方的政府的機構之間 其實要做協調 沒錯 這就是未來 我們也說 可以在政府裡面 把他們監督的一個事情 還有一個重點是 我們剛剛看到 這麼多的議員場館 它有些功能是重疊的 東進憲主席 高雄的文化產業 等在發展的時候 就應該要事先來做一個分工 就是你的功能的定位 比如說誰要發展歌仔戲 誰要發展現代藝術 那誰要走古典的 這些全部都要先 因為這次高雄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那個 我們的愛和彬效節 流行音樂中心 是啊 所以說 總總就是我們有這麼多的建設 我們就應該要更 比別人更早規劃說 我們這些建設 要怎麼去把它分工 這樣未來才不會變成說 這個館有這樣子的功能 另外一個館也有 比如說流行音樂 流行音樂中心 理論上是要流行音樂 但是後來怎麼唱歌仔戲 是 這個比較好戲就好對不對 是啊 這就是我認為 這個現主席 為贏他的問題 而且我認為說 其實高雄的文化產業 它未來其實會變成 高雄多元產業下 很強勢的一支 那這也是為什麼 我會覺得說 身為一個設計師或藝術家 最後願意投入政治 也是因為這樣 因為我們認為高雄 它是有能量 有人才 只是我們沒有機會 我想要做的就是進去 這個體制裡面 然後想辦法 讓這樣子的機會 到高雄來 然後我們讓高雄的人才 讓高雄的能量 能有這樣的機會 發揚發光 尤其是文化藝術活動相關的 沒錯沒錯 對 所以高雄其實面對到 我們這個工業 為這個工業 進入這個 好工業社會 轉型的過程裡面 高雄到底要走什麼路 我做一個高雄主題 當時都非常關心 尤其 過去 大家都認為高雄 是一個文化的沙模 其實不是 我跟你說 高雄真的都在轉變 但是這個轉變的當中 它一定有好有賣 要怎麼讓它變成 它真的會用好的方向 去轉變來走 我認為我做一個高雄的人 我絕對會大力來 push 這件事 因為我當時都沒辦法這件事 其實不是什麼好看的 都應該在北部 台灣應該建立是一個 均衡發展的一個城市 均衡發展的這個城市裡面 我們這個國家 比較有可能生就一個比較好 平均公平的這個國家 我們生意正金屬 很高興邀請到李宇鑫來到我們的現場 跟我們分享到今天 為母贏的這個 國家藝術文化表演中心 落成之後 啟用之後 它可能對高雄扮演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心意正金屬下次見